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俱的Able 這星期的一周標示 我想跟大家探討一個問題 為何努力士會這麼受歡迎? 努力士有四個工場 全部都是在瑞士 有三個是在日內亞附近的 努力士基本上可以整隻碗標 由A到Z所有的零部件 包括裝嵌Testing 都是在in-house可以完成 他們只有兩樣東西不是自己做的 第一就是玻璃Crystal 第二就是紫針 這兩樣東西都是由他們特定的供應商所供應 努力士基本上他們之所以這麼成功 是因為他們不花巧 他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研發一些有用的東西 怎樣叫有用的東西 就是怎樣令到一隻碗標更加耐用 可靠和更加精準 努力士甚至是有自己的駐造廠 努力士所用的904L晶鋼 製作他們的標學 這個904的晶鋼 基本上是太空科技級別的一個鋼材 都是由努力士自己in-house去駐造 這一隻鋼材是令到 為什麼我們大部份 港製作的努力士標 但是幾十年 苟不須 大家都認為可以一代一代傳下去 甚至努力士的金標 玫瑰金黃金或者白金 都是in-house駐造的 努力士也研發自己的機心 以及機心related的一些科技 舉個例 他們製作了一個叫parachron balance spring 這個油絲由這個叫parachron的alloy 去製作 這個alloy的特性 防磁 防震 還有比傳統的油絲 是可以準確十倍的 而努力士在2000年的時候推出了一個4130的自動相鏈 計時機心放進去他們的Deytona碗錶裏面 這個機心雖然已經在市場上20年 但原來努力士差不多每過一段時間就會為他作出一些改良 這些小改良對於整體碗錶的內容性和準確度都有很大幫助的 但努力士就沒有告訴我們 不過有些資深的中標人 他們很熟悉中標的機械 就會看得到努力士一直都在做改良 今天的努力士其實也是秉承了 Heinz Rudolf先生1908年所訂立的方針製作一些準確 內容和有實際功能的碗錶 所以為何今天我們仍然覺得 買一隻努力士是一個lifetime的investment 好了 這個星期一周標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請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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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憶